这一天 小巴哥德像往常一样 哼着哥来接阳光森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去上学了 桑迪老师说 今天整个早上都给我们自由活动呢 我们等会儿玩什么游戏好呀 胖熊 你还要玩捉迷藏吗 大家每次第一个捉到的都是你 对呀 你有智能分析仪 用来找人可厉害了 小朋友们在车上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不知不觉间 哥德载着大家来到阳光森林幼儿园了 大家连忙放下书包 兴致冲冲地找隐秘的角落藏好 捉迷藏大赛现在开始了 妖子 你可要藏好咯 豆豆来抓人了 双双 我找的这个地方 可是最最最最隐蔽的 豆豆肯定找不到我 哎呀哎呀豆豆 你为啥这么快就找到我呀 哈哈 妖子 你躲的地方是够隐秘的 可这一说话不就露线了吗 还不是双双你喊我 不过呀 豆豆可真厉害 她一下子就把藏在树洞里的爆爆笼 点心桌底的阿浦 校长雕塑后的小倩全找出来了 一二三 哎 怎么少了个胖熊 豆豆来到滑滑梯 饭堂和胖熊的秘密基地里找呀找 就连操场上的垃圾桶都翻了个遍 可还是找不到胖熊 胖熊这次藏的可真够深的 要不我们一起找胖熊 看谁最快找到吧 双双 哥德刚刚说自己喜欢玩捉迷藏的呀 我们一起呼叫哥德来帮忙找吧 好呀 我想哥德也会愿意一起来玩的 那玩捉迷藏的话 就找擅长调查的警长哥德吧 警长哥德知道大家找他玩捉迷藏可高兴了 不一会儿就赶到大家身边来了 哥德立马开启智能分析仪 开始寻找胖熊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是什么 咦 这些不是桑迪老师说要寄给非洲小朋友的书吗 不过那个装着书的大箱子怎么不见了 哦 不好 胖熊原来藏到大箱子里面去了 被当成快递运走了 糟了糟了 胖熊要被寄到非洲去了 警长哥德拉响警笛 穿过大街小巷 朝着快递车全速奔去 很快 警长哥德就把装着胖熊的大箱子给取回来了 哈哈 胖熊竟然还在睡大觉呀 胖熊胖熊 你醒醒呀 胖熊呀 下次玩捉迷藏 你可别再躲快递箱里了 就这样 在大家欢声笑语中 阳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又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故事到这里 咦 嗯嗯 啊 看来桑迪老师还有秘密 要和大家分享哦 让我们一起来竖起耳朵听听